欢迎来到小李哥的频道 您想不想知道地球上最幸福的地方在哪里 是哪些城市的居民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最满意 那些城市有什么样的人文历史和生活环境 视频里被选出的城市 是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站发布的一份报告 并根据本市居民对他们自己生活质量评估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 在视频开始之前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来看看这十个最幸福的城市 第十名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许多人认为当地舒适的天气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布里斯班最好的景点和活动有哪些呢 运动健身应该是每个人的首选 这里有17公顷的绿地 并配备有多个免费游泳池 多条自行车骑行道和行人道 可供大家锻炼身体 这里大大小小的市集是享受街头美食的绝佳方式 或者去考拉保护区 亲手喂这些可爱的小动物 之后再乘游船从水上欣赏城市风景 第九名 瑞典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被认为是斯坎提纳维亚半岛最可爱的城市 也是一个非常受旅行者欢迎的目的地 这里有斯德哥尔摩最古老的城区 有献给瑞典流行音乐传奇组合的博物馆 有受很多摄影爱好者喜欢的斯德哥尔摩摄影博物馆 有专为展览一艘从海底打捞上来的 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17世纪船舶的瓦萨沉船博物馆 跳上地铁 在各个地铁站欣赏斯德哥尔摩的街头艺术同样令人愉悦 第八名 以色列 特拉维夫 充满活力的特拉维夫是一座独特的城市 人们可以去海滩休闲 探索亚法老城区 在卡梅尔市场尽情享受美食 特拉维夫的中央公园 哈亚肯公园是当地人最喜欢的聚会场所 租一辆自行车 在岩石花园和热带花园周围骑机车 也是不错的选择 特拉维夫拥有超过14公里的海岸线 这也为这座城市大大增添了魅力 第七名 挪威 奥斯陆 挪威一直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因此该国有两个城市进入前十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奥斯陆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 是当地居民幸福感的核心 奥斯陆地理位置优越 被狭湾和茂密的森林所环绕 所以人们可以将最好的城市生活与户外活动向结合 坐落于奥斯陆狭湾 外观似传的奥斯陆各剧院 可以让人们在这里不仅能享受文化的熏陶 也能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奥斯陆的风貌 在冬天 霞湾上的飘浮桑拿能让您体会到最纯正的北欧桑拿 越野 滑雪 远足 钓鱼 皮划艇和自行车等等 户外运动在当地也很流行 使得本地人在大自然里放松身心的同时 也拥有了健康的体魄 第六名 挪威 贝尔根 还记得我们之前在介绍欧洲一号自行车骑行线路时 挪威段结束的那座城市吗 对 它就是美丽的贝尔根市 也是挪威的第二大城市 一山傍海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使得这座城市既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 又蕴含着现代化的文明 在这里 有着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美最震撼的铁路线 贝尔根线 有连接奥斯陆和贝尔根的海底隧道 有欧洲赫赫有名的贝尔根渔市 还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里根码头 第五名 丹麦 哥本哈根 拥有干净 安逸的海岸线 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 哥本哈根是一个崇尚自然的现代化大都市 更是古色古香的中世纪历史文化名城 大多数游客会到新港 欣赏极具标志性的彩色屋 或前往哥本哈根最时髦的街道 去品尝一流的咖啡 如果您是带着孩子旅行 那么迪窝里花园会非常有趣 而罗森堡城堡将提供精彩的文化体验 在哥本哈根最热闹的街区 乐福沙伦恩不仅可以享用街头美食 也可以探索哥本哈根当代艺术馆 最后在丹麦皇家歌剧院看一场表演 第四名 瑞士 苏黎市 苏黎市是欧洲最安全最富裕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城市之一 高品质的生活水平也使得这里的居民生活幸福指数极高 蔚蓝色的天空映衬着碧绿的湖水 片片白帆呼应着湖上的云彩 第三名 新西兰 惠灵顿 惠灵顿市是新西兰的首都 人口约45万 它是新西兰第二大城市 与悉尼和莫尔本一起成为大洋洲的文化中心 惠灵顿附近群山连绵 景色秀丽 气候温和 四季如春 惠灵顿植物园里有从古老的森林 到五颜六色的花坛 有城市和海港的美景 这是一个既美丽又宁静的地方 第二名 丹麦 奥胡斯 您可能没有听说过奥胡斯 但它可以说是欧洲最好的城市之一 这座城市完美地结合了城市 海滩和森林 拥有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 漫步在奥胡斯的街道 随处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疯狂想象力 走在位于奥胡斯艺术博物馆顶部的玻璃彩虹景观台和走道时 没人会不感到高兴 第一名 芬兰 赫尔兴基 被选为世界上最幸福城市的是赫尔兴基 它是芬兰的首都和最大的港口城市 也是芬兰经济 政治 文化 旅游和交通中心 在大海的衬托下 无论是夏日的海天一色 还是冬季的浮冰白雪 这座港口城市总是显得美丽 洁净 被赞美为波罗的海的女儿 如果说不设任何条件 您最想住在哪个国家 欢迎您在评论中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并想了解更多有趣的旅行信息 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收看 我是小李哥 一个喜欢用不一样的方式来丈量世界 体验人生的自行车旅行爱好者 感谢观看